嗨 哈囉 起司老師你好 嗨 大家好 我是起司 我们来介绍你的新书 这个《非常日本》 对 先把你个人背景介绍一下 我从差不多2003年的开始 就已经常常每年西班上都会去一次日本 然后所以我非常热爱日本的各种文化 从传统的或者是最新的流行文化 或者是动漫什么 我都非常的喜欢 然后因为到了2015年左右 那时候我就有 世界上有了个第三波咖啡的浪潮 所以那时候我就很热衷于 全世界咖啡的有趣的店 所以我都去了波特兰 我去了东京 我去了京都大阪很多的城市 然后就去开始寻找自己的咖啡之旅 然后因为疫情之后 其实所有的 在日本所有的店家都转换了一轮 所以我就出了 就是在解封的时候 我就赶快跑去日本 然后去了一个多月 然后拜访了一两百间的咖啡馆 然后集结了 这本非常咖啡的书 希望给更多朋友 对于日本的咖啡热爱有更多的选择 所以你的意思是这本书的这些名单 全部都是你新访问的 因为我之前已经出过了两本书了 然后这本这次的书是 疫情之后 全部都是疫情之后 重新整理过的名单 可能有些已经倒掉就对了 对对有些可能收掉或转换了不同的经营模式 或者是他可能搬的家 因为其实在距离我上次出东京的书 已经已经有五年了 所以其实这些店家转换的非常的快 所以我们就干脆跟出版社聊一聊之后 就发现那我们可以再来一次 为疫情之后的生活改变一下 好你刚提到说你这个平常的一两百家 那是什么样标准会让你收入进来 因为其实我从 我虽然在疫情的时候 我平时就一直在关注日本咖啡店的消息 因为毕竟总有一天会去的 所以我就做了很多很多的功课 那我就会边走边看边走边看 然后除了自己本身的 做好的功课之外 我在日本也是大街小巷会一直走 在找咖啡厅或者是小巷之后那边绕绕 然后我觉得适合了新的 我就会把它收入在这本书里面 所以口味如果太差的话 当然当然是不会 就是不会收入里面 那我基本上 我自己会选择的咖啡厅 一定就是氛围好 然后咖啡的品质不能太差 对那因为这东西其实见仁见智 所以我也不会特别去强调 他真的是很棒或者是很差 对那我还是会以空间 或者是整体的氛围跟专业度来选择 所以你是自己喝自己品尝 还是会跟老板互动 有些其实我都会跟他们交流一下 因为其实大部分的新的咖啡厅都是年轻人 老板大概都年轻人 然后我们用简单的英文 我们就可以好好的交谈 然后甚至很多朋友已经成为了朋友了 对他们来台湾的时候 也会我们会联络一下这样子 跟我们讲一下这个这五个城市 好啊可以啊 就是其实我一开始 当然还是以 就是这本书最多的 当然还是以东京为主 应该有90几家吧 对然后因为东京市大家 最喜欢的城市 而且它也是最大的城市 所以它的咖啡厅非常非常非常的丰富 然后从大街小巷到处都有 不管是独立咖啡厅连锁咖啡 我觉得都有自己的特色 然后其实在疫情之后 其实整个市场有一些大改变 所以他们现在想追求的是 不只是咖啡本身要好 他们的整体服务也要好 对从服务到所有细节都要讲究的非常的漂亮 像我里面介绍第一间店 它叫做Coffee Mamea 然后它其实不是自己烘豆的 它是去精选全世界优秀的咖啡豆 在他们店里面 然后他们会依照各种不同的烘焙程度 然后做成一个表格 让喜欢的客人去挑选 然后他们在清晨白河在疫情之后 开了一间很棒的体验店 你要预约才能进入 然后他会有一个专门的咖啡师服侍你 然后再从冲煮讲解 每一支豆子的细节的部分 他都会跟你讲的一清二楚 然后冲煮咖啡 在现场冲煮咖啡给你 然后还可以便宜聊个天之类的 所以简单讲 它是很高档的咖啡专卖 对但是价钱也没有想象中的夸张 它可能就是3000块日币一个套餐 然后折合台币现在可能600块 但是你可以喝到7杯不同制作方式的咖啡 但是都是用同一支咖啡豆 我觉得这个体验非常的好 而且它不会给你很大的负担 因为它都是小小杯小小杯的 所以你可以用喝到一支咖啡豆 不管它从冷脆奶脆手冲浓缩 或卡布奇诺什么之类的 就是品尝它的变化 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体验 所以可不可以讲这不同的咖啡豆 就有不同适合它的这个制作方式 这也是一种 可是它就是他们这边这个套餐 就是用同一支咖啡豆 用不同的方式去让你品尝一下 不同的变化 所以你就可以挑你自己最喜欢的方式 对对对 可以买咖啡豆回去吗 只是他们没有自己烘豆 对所以他他军选的都是世界上 他们很喜欢的豆子们 对所以其实都是很厉害的 而且看他装潢好像很前卫 对他们就很简单 他就是要做很简单利落 让你舒舒服服的在那边享受着咖啡 对我觉得这是他们最主要 最主要想提供的就是一个环境 然后让你可以好好的品尝咖啡这件事情 我在日本我最近喜欢的是 很多咖啡厅是不能讲话的 这种咖啡厅我也非常喜欢 然后他就是在帐前有一间叫无目的 然后他就是一个不能说话的咖啡厅 他就希望你好好的坐在那边品尝每一杯咖啡 所以其实大家都是一个人去 然后就坐在吧台上面 他立刻手冲给你之后 你喝完然后享受完你就可以离开了 就是只是单纯让你好好享受咖啡的过程 对 然后他里面也不能拍照 然后也不能讲话 然后所以这样子宁静的咖啡厅我觉得在东京来说是一个很有趣的选择 所以他就是要你专心就对 他就是要你专心在那杯咖啡上面 不管是看他充足或者是品尝的时候 你都可以把目标放在他咖啡上面 那如果两个朋友去可不可以讲悄悄话 他会像有些电视有些也是不能讲话 他会他就跟我说你只能用类入赖还是什么之类在那边对他 然后只能打字就对 对对对对对 其实有些电影就是就会给你讲这个规矩就是不能讲话 所以就是他们对咖啡的坚持 对我觉得是咖啡的坚持是一个很重要的 所以咖啡不是聊天工具 是要很专注对待的 对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其实假如你们真的想要在聊天或者是休息的话 他们就会有另外一种连锁咖啡是更适合大家去聊天休息吃吃东西的 那这种像我介绍的比较喜欢是专业一点的咖啡馆 然后他们就是希望你们好好的品尝咖啡这件事情 对就是取向会不太一样 所以其实以东京来说他们很多其实都只做外带 外带店非常的多 对因为这个地方想 就是城市拥挤然后大家的速度快 所以大家只想买个咖啡休息一下 闯口气或者是喝两口就走了 城市节奏的问题 台北好像也慢慢多了很多这个外带咖啡 对然后其实像台湾的话 其实也只有台北比较适合做那种单纯外带的咖啡 拎了就走然后自己找地方慢慢喝这样子 对或者是他就是回公司或者回家里喝这样子 而且他像相对成本低 是不是他可以把咖啡的售价稍微压低一点 对对对其实像台北也是差不多就外带式的可能都会 比较好的咖啡大概都会在100块以下 然后这间Starbucks比较不同的是 他们家的豆子都是在那间店烘焙的 不是像一般的是中央统一配送的 对然后他们就是在那间店烘焙 然后同时又有面包啊或者是调酒或者是茶类 所有的品项供应 然后是一个非常巨大的Starbucks 有四五层楼这么高 然后他就在中暮黑的暮黑川旁边 然后大家知道中暮黑的暮黑川就是这个季节樱花最多的地方 而且这间Starbucks很棒的是你进去之后 你来看樱花的角度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他有三四层楼以上 所以你可以从上面往下面的樱花樱花隧道看下去 上中下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那个视野感觉非常好 所以他们外面户外的位置每次都是一位难求 对然后那个然后他你可以体验整个他们从烘焙到冲煮咖啡的过程 这是一个很棒的体验 不过这边人真的蛮多的 像热闹的时候有时候还要抽号码牌才能进去 对我觉得很棒 然后他们也有用 就是现在比较进化的是把咖啡跟调酒混合在一起 然后撞撞出不同的不同的饮用节奏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在日本很流行的部分 咖啡调的酒有没有特定的这个酒项 其实他们都会不同的混合 像像我觉得在Starbucks这间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是 他的我记得他有一个咖啡豆是熟成之后放在威士忌酒桶里面再去熟成 对然后烘焙完之后放去威士忌酒桶里面熟成 所以你喝出来就会有威士忌的味道 但是其实没有酒没有酒精成分 然后他们还楼上还有一些高阶调酒 就是把咖啡浓缩咖啡去配合各式各样的调酒 例如也有Epresso有Gene之类的 然后做成各式各样的花式调酒 然后也有配合我上次还喝过一个是跟配合清酒一起的 是对我觉得就是让这些咖啡不是只是单纯一个咖啡 有更多的生活生活质感出现 现在日本的咖啡市场正在流行的模式 所以理论上什么样的酒都可以试着混合看看 对对对那就是看Bartender的厉害了 对好那跳过东京之后再来下一个区域 大阪其实以疫情之后其实我觉得大阪的变化没有非常的大 其实大家习惯的都还是在新灾桥附近啊 或者是梅田一带 那我觉得比较咖啡集中的就是在新灾桥跟南波一带 它其实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年轻咖啡 但也有很传统的咖啡 那我自己会特别喜欢的一间是在中之岛 大阪中之岛有一间叫做Gleach的咖啡 然后它是从东京来的 然后第一次在大阪开了新的店 然后它是在一个美术馆的一楼大厅 那很棒的是是因为它是在一楼大厅 然后那个是一个巨大的建筑物 然后所以它有非常挑高的 差不多十多米的挑高玻璃帷幕空间 那种视觉感 视觉感非常非常的棒 然后它就在一个很巨大的电幅梯的下方 有一个正方形的吧台 然后就是很专业的呈现在现场手冲咖啡 然后比较特别的是 因为它的空间其实是在大厅的一角 所以它在那个大厅的一角布满 放满了各式各样的音式的古董沙发 然后在现场放的是交响乐 对所以在那个很巨大的环境里面 然后放着交响乐 然后你可以在沙发上休息着 然后喝着他们手冲的咖啡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享受 所以这样讲不同的沙发 就有不同的座的感觉 对而且其实像这边主要的客群是上班族 所以其实我在那边坐了一阵子之后 很多大型的公司 他们的长官们还是什么 都会下来坐边休息喝喝咖啡 然后可能简单开个会 我觉得那个氛围其实是很棒的 对而且它这么说不同种类的椅子 应该有些人会喜欢特地 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那椅子都是很多经典的沙发 不是那种拼拼收收到处捡出来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都是古董 对然后所以他们对 现在其实蛮多的咖啡厅 对音响这件事情有很大的执着 所以像这种比较新式的 他也开始在放古典乐 交响乐之类的 我觉得让整个喝咖啡的环境是完全不太一样的 你刚讲大阪这个蛮多这个在新灾桥附近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区域 新灾桥就是大家最热闹的地方 就是他就是一条整条商店街 然后就是大家去大阪一定会去的热闹地方 对然后那其实那个地方当然就是以观光客为主 然后他的往外左右延伸就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小店 对然后就是年轻人的话就是在更西边 对所以那边其实大大小小的巷子里面 都有很多不一样的咖啡馆 所以他就是一条主线道 然后延伸周边都是巷弄 对对对对 那就是一条永远都是充满人的商店街 对那因为走一走就会遇到那个什么 顾立狗看板啊那些东西的 就是最热闹的地方 还有道顿觉那边就交叉口是最热闹的地方 对所以其实他们的咖啡厅都长生在小巷子里面 你的左右巷子里面走一走 可能都会遇到一些很不错的咖啡厅 然后因为那条商店街其实历史有点久了 所以其实很多很老派的咖啡馆都会藏在巷子里面 像有一些很老的吃茶店 以前的咖啡馆他们叫吃茶店 吃茶店就会长生在里面 就是可以去探访一下 所以可能主要商店街这个店住太贵 所以就会往巷弄发展 对对 而且咖啡也不用太大的这个门市 对他们就是藏人在角落 就是让你一个好好逛街逛到一半休息去的地方 我觉得这是可以每一条巷子都有不同的乐趣 对在新栽桥逛逛的时候可以去尝试一下 好那再来我们来讲京都 京都也非常多 对京都也是我很喜欢的城市 京都是一个千年的古都 所以他其实有很多旧房子 老房子古丁屋这样子的东西 很多咖啡厅就会在跟这些古丁租古民宅喝 利用这些空间来开个性化的咖啡馆 然后同时也有很多很老派的那种吃茶店 很老的喝咖啡的地方 对我觉得都有各种不同的特色 它是一个融合现代与过去的一个很大的城市 其实大家去京都 我最会推荐的是有一间叫做weekender的咖啡豆 对然后那是我觉得京都最适合 最适合送礼或者是我觉得带回来自己品尝的咖啡豆 然后他很妙 他其实他自己的外带店是藏在一个闹区里面 停车场的最尾巴 然后所以你要经过那整个停车场之后 到了停车场的最角落之后 才会发现他在藏在一个古民宅里面的一楼 对我觉得是一个寻宝的概念 我是觉得蛮有趣的 对然后他就是我其实最推荐 就是京都角要买个礼物 就是他们 就是咖啡豆吗 对咖啡豆对对对 都是以咖啡豆为主 然后其他我觉得有很多很那种 六七十年以上历史的老咖啡馆 我觉得都蛮有趣的 都在四条河园附近的巷子里面 对像有一些叫做竹地啊 或者是六药社啊 怎么之类的 他们都是一个在那边开了五六十年以上的咖啡馆 然后都非常有 他们可能就会很多受到很多西洋时代的影响 所以在建筑或者是空间上面都有很大的特色 所以这样讲这些老店这个疫情影响都不大 对因为其实他们已经在地生活 老实说生活五六十年了啦 然后客群大概也都是当地的人为主 就是很多人都是 我就是他这是一个生活 我懂 对所以其实观光客影响反而他们 虽然少了观光客或许他们有获得喘息的机会 对稍微休息几年 所以在地消费还是可以支撑他们 对对 因为像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是日本人 然后他到了京都去开了一个咖啡馆 他叫Goodman 然后他其实在台湾也有开店 对 然后但是他他很运气不好 他开完 他在2019年年底的时候 年底的时候开了 在京都开了一个店 不过2019年 2020年年初就开始疫情了 所以他也不能回来 然后他只能在当地 当地就继续营业着 但他也慢慢的体验到 其实在地人的消费习惯也会改变了 所以他们像他们的咖啡馆也其实 在疫情的时候也活了下来 对 所以其实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比较辛苦 但是后来慢慢的养成了固定的客人之后 就不会没有受到什么太大的影响了 对 就意外被留下来就硬撑 然后就找出自己的一个口味 对 我觉得这是在日本疫情之后很大的变化 就是厉害的咖啡馆永远就是有自己的特色 所以他们活得下来 对然后会变得更好更棒 好那最后讲到广岛 广岛的你只选了几家 因为其实广岛 广岛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城市 主要的咖啡馆都是集中在商店街上面 广岛是我第二次来第三次在去的 所以我其实他们这边的咖啡 欢迎程度没有这么多 对他比较新式的就稍微少了一点 对然后就我精选了几间比较新式新派的 所以会让大家稍微有兴趣一点 因为太多的传统吃茶店 我觉得观光客可能比较不容易进去这件事情 所以你这个挑选也是以这个 让读者有机会去品尝为止 对对对因为有些店很老的店 你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 然后他们其实有很多 很多的门面都是黑黑暗暗的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要推开大门进去的时候是 有一点需要一点勇气 就像我在我在东京的时候 有一间咖啡馆是我去了20年 我这一次才第一次开门进去的店 对就是那需要都是需要一点勇气的 而且不是只有我这样子 因为有时候我会看到很多人在咖啡厅前面会 犹豫要不要进去这件事情 打探了不知道 因为你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 对所以我就会在选择的时候 我就会比较 选择比较开放一点 让大家可以更了解 所以我的照片希望都拍得清清楚楚 就是让大家了解这间店到底在干嘛 这本书不是自己写高兴的 主要是以这个观光导向 而且其实我在每一个 每一间咖啡上面都有做一个QR Code 就地图位置 对你可以直接扫描 然后就可以说Google在哪里 我觉得这是对于旅行一个非常方便的 方便的模式 你只要跟着那个Google Map找就好了 对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最后一个城市是福岡 对这是我近期去过最平凡的城市 对然后因为我其实前两个礼拜 才又去了一次 但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舒服的城市 一个比台北小一点 然后我都住在药院 就是一个很市中心的地方 然后我想要去哪里 我都可以走路的到的地方 就是20分钟之内就走的到的地方 那他们其实他们的咖啡厅 也非常集中在药院附近的空间里面 对然后就是他们做的比较分散一点 然后可能在各个小巷子里面 都有一些不错的咖啡馆 然后有自己的特色 那像我最喜欢的是一间叫做Menu Coffee的 然后它是其实算是福岡比较新派咖啡的领头羊 在营业了十年左右了 我最喜欢它是他们有一个在药院附近的叫金的店 然后那间店的特色就是它是一个整栋的整栋的房子 吸成鲜黄色的配色 然后它其实里面融合了很多次文化的艺术设计的空间 然后它的一楼就是一个很大的吧台 里面是烘豆机 然后有卖很多自己设计的一些潮流服饰啊 或者是小东西之类的 然后有很多年轻人都会在逛逛街之后 聚集在楼上喝咖啡休息一下 然后他们在最有名的大名也有 最热闹的大名也有一个小分店 然后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它的二楼空间 它是一个开放式的二楼空间 然后它有很多的 它的每一张椅子都是设计的精品 对每一张椅子都不太一样 然后假如是很喜欢这种设计家具的 就会很享受于这样的空间里面 然后它的二楼空间还会开放给很多学生 或者是艺术家使用去布展 对然后我刚好去的时候 也遇到一个当地的艺术家来做现场布展 其实我们就现场还聊了一下 然后还交换了联络方式 我觉得是一个蛮棒的交流空间 对然后当然咖啡也是有一定的水准 然后它门口还有那种24小时的咖啡豆贩卖机 所以你可以半夜跑去那边买咖啡豆 还蛮棒的 就投币是那种贩卖机 对他们特地做了一台设计一台大台的 对那在书的这个最后呢 你提到你个人的装备 对这个到底要怎么样去跑这么多行程 对跑那么多行程 其实像我自己很enjoy 个人旅行这件事情 像我前几年还有去从徒步旅行 从京都走到东京啊 然后就是走了一个月的部分 所以我很在意装备这件事情 对所以但我当然都会选择一个很棒的登山包 对像我自己都是游民说认识 然后比较军事一点的感觉的 然后差不多40到50升 40升左右是最适合的 然后你就会带着一些很基本的设备 因为其实我大部分选择可能都会在 长途旅行的话 我可能都会选择在日本的10月11月左右 这是最适合舒适的舒适的天气 所以基本上我只要带着短裤带着两三件快干的衣服 我就可以每天换着旅馆 然后不停的行走 或者是不同的去探险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然后你就是要精简自己身上所有的东西 就是你行李都背在肩上 对那就是一个背包就够 然后记得带一件外套 因为早晚问差很大 对我觉得最重要是 那当然他选一双好走的鞋子 帅的不一定好走 对一定要选择一双舒适的鞋子 因为像我在日本每天都是三万步起跳 所以你必须要选择一双好的鞋子 我看你没有带保温杯 没有因为其实我都是买咖啡啊 我都是外带咖啡 那咖啡他们没有像现在手滑杯 什么外带自卑杯折五块那种 可是因为其实我想要拍那个外带杯 对所以因为他们自己每一个外带杯 都有自己的特色 有自己的 logo 自己的设计 对对对所以我也想要看一下这些东西 所以我就尽量都还是会以外带杯 或者是内用为主 对因为我觉得杯子也是一个咖啡厅 的特色之一 那我看你到现在还是拍单眼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照片是一个很重要的记录工具 所以我都还是会带着单眼相机一起去旅行 那你后面还有一篇是讲到你个人的这个冲泡方式 对这次去了一轮之后 然后我有一些咖啡厅就会跟你聊一下 你怎么冲咖啡或者是特别交流一下 然后像我在麻美亚的时候就会我去的时候 那咖啡师就跟我说他们有他们有一个新的方式 奶泡式用牛奶去泡浸泡咖啡然后去萃取咖啡 像台湾已经有冷脆咖啡 现在已经慢慢的大家知道是什么了 然后但是他们现在用的方式是奶脆咖啡 就是用牛奶去取代水 直接用牛奶去对对对 让吸收那些咖啡的物质 然后直接去萃取用奶去萃取这个咖啡 我觉得那个风味也蛮特别的 对然后我们就再再回来之后研究一下 研究一些简单的比例啊 然后我们就我就写在书上 因为很多人不喜欢纯咖啡 我觉得奶脆是另外一个轻松萃取的方式 所以等于他在喝的时候会有奶香就对 对基本上他就是没有水 他就是直接用奶去冲煮咖啡这件事情 对所以会跟一般我们在喝的拿铁啊 那些都味道风味会不太一样 今天非常谢谢七十老师 谢谢 非常日本东泛出版谢谢 谢谢